我们应该要继续了解这张图里面的玄机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按钮 这边有两个 应该说三个 这边还有更多 更多里面 比如说这边有汇出资料之类的 或移除 移除这整张 不要了 当然你可以直接点一下比例 这边 我先讲这个部分 我先讲 这边不只有三个按钮 这边有两个 我们先看这一个按钮 这叫向下切入 其实在英文里面 我觉得它描述的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把它翻成向下探索资料 就是GILDOWN GIL是挖 然后往下挖 那个意思 因为我们等于说是资料探勘 探勘就是一定会用到那个挖的工具 好 所以我先介绍这一个 当我现在我们是不是点选这个10757 点下去 再点它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锁定 我只看2017年 好 我先往上 我刚刚这边是不是2017年 好 等于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在秀这张图表 来去观看的时候 请问你会先看2015年还是2016年还是2017年 当然是2017年 2017年最高嘛 最吸引你的目光 好 所以我点它进行向下探索 就是我想要知道2017年 好 它的一个使用的 呃 次数是最多的 那我点一下它 我就可以看到 哦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二季比较高 应该说是前半年高于后半年 那如果说在第二季 2017第二季里面点它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一个使用 可以现在知道哦 这是不是就是向下在探索工具的使用 在以下里面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区分 一块一块的区分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力气来去 来去等于是说 把它去做一个分开 现在只要按一个按钮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件事 看到让别人清楚看到资料体现的情形 好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思考了 为什么2017年 为什么2017年在这 就是说比 我觉得现在比法应该是这样子啦 就是 为什么这个新闻公告这个网站呢 2017年会多于2016年 为什么 有没有同学愿意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为什么2017年的新闻公告使用的次数 会比2016年来的高 四大运不是第三季 七月 所以有可能 当然 这个新闻一定是之前就陆陆续续续一直会有相关的新闻 所以你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再来就是我觉得一个产品的推行 第一年因为成效 因为成效做出来慢慢一定是越来越多 请问一下你可以推估从这样子一个使用 请问2018年你会推估可能今年的使用率会是多少 更多 2016年很高 2017年更高 那2018年一定是比这两年还要高很多 好 但是刚刚有讲到说 为什么2017年的第二季的使用率是增加 那我们来看看四大运结束之后 他是不是越来越少 这样子我们来去了解 就是我们解读资料的同时 你还要去观看新闻 好 那就是说我们来去看第三季 因为四大运不是七月中旬吗 我不知道啦 因为七月八月这边都停课 就是他们全部都跑去协助帮忙了 然后我们就 因为老师没有上课嘛 你就去看 看那个比赛 好 点他 有没有看到是下降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第四季 是不是也是下降的这种情形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四大运 有可能是因为四大运 好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看到资料 当你今天看到资料的一个情形 你是不是应该最后应该要去算一下 算什么呢 四大运你与新闻公告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做一个检定法 听得懂吗 我们要不要做到那个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要的 去说明这个新闻公告的网站 是有在做的 那你甚至还可以搭配活动来一起看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先把资料先回复原状 回复原状就是往上往上 你可以往下探索 当然可以往上 这边是依照什么来做的 这边是依照 就是年来去做